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我们前面增加了一个 前面讲的是增加地理搜索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搜索出地理位置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 我们当前有一个我们地理坐标 然后从我们当前位置 到我们要搜索的这个终点的位置 要显示它的一个轨迹路径 轨迹路线 我们乘车还是坐公交 坐地铁 还是步行 轨迹路线是不同的 显示的轨迹路线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增加这个轨迹 这轨迹呢主要是这四个步骤 我们用到了轨迹的一个搜索search root search 然后搜索出来的每一个呢 都是节点plan node的节点 然后搜索的时候需要一些参数 也是同样的是option 然后最后我们就处理把这个路径的一个搜索出来的一个回调 同样是这个四个步骤 好的我们开始我们的一个编码 在编码之前我们还是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sdk里面是怎么说的啊 他有几种不同的一个路径策略 然后这是比如我搜起点终点 然后这里面有些参数 然后就开始搜索 然后回调 回调就是这个函数的回调 如果轨迹路线搜索正确的话 把这里面处理一个结果 这是一个路径规划的一个相关的这些代码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编写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 这是这是他的一个例子 他sdk里demo里边的这些例子 然后这是我们再先看一下他这里边的一个大概的 大概的一个流程 他这是搜索的一些地点 搜索的地点 然后图经点 这是一些变量事件 然后他就有这些开设的代理设好 然后就开始搜索 驾车 还是怎么走 这里边是绘制我们图经的这个过程的一些 这些坐标或者是一些图片的一个标识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 比如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大概是什么意思 这就标示我们的起点 起点 这个呢 就是终点 根据他的这个名称来说 Busnode是乘公交车的一个标志 我们看一下 乘公交车的一个标志 然后下面呢 可能还有乘地铁的一个标志 对这下面呢 看一下他的 这可能是步行或者是看一下这个 那这就是一个标识 就从哪到哪 表示一个方向 这又是其他的一些标志 这主要是我们 这里面就是 这个是搜索完之后呢 它里边中间有多少个图经点 起点 然后终点标注 然后轨迹点 我们画这个轨迹路线的时候 要有一些轨迹点来组成 好 最后就构建我们的这个曲线了 好 主要是这是讲他那个例子 然后我们来添加一下 按照他这个 在我们的代码里 进行一个添加 同样 我们还是定义相关的这些变量 叫我 Route Search DNK Route Search 我想后面我们会用到他的一个代理 代理呢 我们还是同样写在我们的Map里面 CMK Route Search Delegate 好 这样我们就加完变量 然后 下面我们就进行变量的一个初始化 让我们再添加地图的这里边呢 在添加地图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Route Search DNK Rout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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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C-H 好 添加完之后 我们设置相关的一个代理 Route RouteSearch 这里面进行销毁 好 这样销毁了 然后我们下边呢 我们就绘制我们要画的一个轨迹 这是前面这一点就是我们搜索定义位置 这是前面这一点就是我们搜索定义位置 然后我们下面加一个 Action 然后定一个电量 定一个事件 Action DoSearch Route Route 轨迹 这里边我们就可以添加我们这里边要用到的 比如这一块 这一块 检索发送是不是成功 我们实现这一块 发期检索 检索这个路径 轨迹路径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代码 然后呢 我们把它用SWIFT来实现 START 检索一个起点 BMP 来 然后 START NAME 比如我们是隆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起点 然后我们再定一个 let end dmk lanode 然后呢 end 我们的终点 一个西单 北京的一个西单 好 做完之后我们建立搜索的这个option 然后 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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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写死的是北京市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地理定位 可以定位到我们当前的这个城市 这个也是可以动态的来获取的 然后root option 这里没有提示 然后看我们这里边 sdrtnode 没有写错 sdnode 他为什么没有呢 sdrtnode 先这么写 root option end 去掉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transition option transition是吧 place it 我们看是不是有些区别 看一下在这里边 option 应该是没有错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demo from 它这里面叫from了 它这个sdk文档应该还是旧的 这里边from 叫to 然后 do like 习惯了 公司的一些吧 like like 等于 等于 root search tia search 然后把我们的option root root option 放在里边 然后就可以了搜索 发起检索 发起检索 如果成功呢 就是说发起检索成功 like 否则 就是检索失败 看一下这里边 这边没有加这个变量 看它的一个print 然后我们把它输出来 从我们失败 整理一下 好 我们再看这个变量 like 不等于空 它是一个可选的变量 是不是可以这么些了 问它肯定不会空 好 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再处理它的一个回调 faction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 get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处理 处理 if r code error error 等于 emk search nonerror 我们就处理 处理相关的 事件 else 这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 大家可以写上 好 这样就 应该就完成我们这个基本的代码了 然后我们 在 调用一个 发起一个 轨迹 啊 这边有轨迹 然后我们可以往这边再加一个 一下 然后我们写个 轨迹 下 slide create 好 把它改一下 关联上我们的一个事件 search route 显示轨迹路线 好 我们运行一下 好 在运行的过程中 我们编译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 主要是增加轨迹路线的时候 要建一个route search 然后起点终点 plan node 然后搜索的时候用到的一个结构体 一个变量 叫transit route plan option 最后就是轨迹路线搜索 检索成功之后 处理相关的回调函数就可以了 在里面做一些相关的事件 好 点轨迹 看起来 看起来 do search route 看起来 我们这里边 检索发送成功 检索发送成功 然后我们这里边呢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检索发送成功 然后看我们这个它的回调是不是成功 轨迹成功 否则 轨迹是吧 好 再运行一下 那轨迹 检索 检索发送成功 然后轨迹 这个回调也成功了 然后在其他的这里边我们具体来如何绘制这个路径 轨道路径呢 我们可以参照它这个 其实可以看参照它这个demo 这个demo里面讲的很详细了 我们就不再实现这里边复杂的这个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检索出轨迹路径的 它轨迹里面会有一些点 起点终点 然后就在这上面绘制中 annotation就是标注标注出来 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刻下去试一下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它这个demo运行一下 大家一定要自己动手去实现 多动手 看就可以发现里边的具体它是怎么做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路径规划功能 这是第一遍码路径规划 路径规划呢 比如我是坐公交车 从北京到天安门起点终点 它就这个轨迹就出来了 中间 中间我们刚才 刚开始的时候看了一些图标 就公交车的一些图标 中间经过的点起点终点 如果我是自己驾车 看这里边有一个驾程或者坐地铁 这里面起点有些方向型的标志 如果我是步行 那步行 同样有另外的一个轨迹路线 如果图经点 图经点驾车搜索 这个自己驾车图经点 有设一些图经点 这是图经的标注 主要是这个功能 我们这里面都搜索完了 下一边其实就是绘制中间的这些方向 还是图经点的 还是轨迹路线 它这里边讲的已经很详细了 代表里 大家可以用swift 试着用swift来实现 好的 今天大概的检索的功能 轨迹路线 轨迹路线的功能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